和核四不同意重新 從洞工到現在已經超過二十年 還沒有蓋完 而且試運轉的期間已經七年都無法完成了 各位啊這一看就是有問題的投資案啊 現在如果你是手中掌握預算審查權的立委或是議員 你覺得這樣的案子可以再投資幾百億下去嗎 賀文哲他坦承他在台大的時候寫不出核災疏散計畫 他來到台北市有八萬個公務員幫他的時候 他還是寫不出來具體可行的核災疏散計畫 這就是赤裸裸的現實 核能發電有一個後端營運基金 是負責來處理所有核廢料後續的處理 這個後端營運基金呢累積到現在 預計未來已經需要四千七百二十八點六四億了 根據環境學者的評估 未來可能要追加到七千億 然而這個基金現在只有多少錢呢 這個基金現在只有三千八百七十八億 台電從核能賣電的錢裡面去提播了 只有三千兩百五十三千兩百五十六億而已 遠遠不足真正需要的數字 這些數字誰來承擔 由我們的後代子孫來承擔 呢 很高興